真是不可妄想 没想到这么流氓 可以吗 你是我的荣耀 迪特热巴和杨阳两个人的合作 展现了什么叫做两大顶流演员的实力 颜值迷人演技在线 最重要的是杨阳和迪特热巴的吻性 两个人实在是 哇哦太会吻了 一旦吻性就会让观众们脸红心跳 全程都是荷尔蒙爆棚 迪特热巴和杨阳的吻性呢 不是轻一下就结束了 长镜头慢镜头还有特写镜头 导演组啊全部都记录下来 特别是杨阳把手放在迪特热巴的下巴上 歪头杀 哇这一句杀 关于杨阳和迪特热巴搭档 热巴的美毋庸置疑 同时身上呢 还自带着少有人能够压得住的气场 但是杨阳做到了 而杨阳的外貌长相并不是硬汉英朗的类型 可见一个人的气质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是十分强大的 石头剪刀布 这是什么 井 这是井 你的石头就要井语了 我赢了 余老师赢 没事 来吧余老师 其实迪特热巴拍了这么多戏 一直就有人说 他很难和男演员有CP感 有一部剧是例外的 那就是他和黄锦鱼主演的剧 幸福触手可及 两个人的绯闻也缠了很久了 但是一直都没有正面否认 虽然剧情不是很好 但是两个人的戏份真的很甜 而且CP感也很强哦 剧中迪特热巴和黄锦鱼的吻戏 尺度也是相对比较大 这个是电源 打开之后就 跳干嘛 全部最近 记得有一幕 热巴淋了雨 黄锦鱼为了预防他感冒 非常暖心地帮他煮浆汤 热巴为了缓解黄锦鱼生气的情绪 于是他穿着睡衣 直接就钻进了黄锦鱼的怀里 这是有谁注意到黄锦鱼的表情了 不得不说喜欢是装不出来的 黄锦鱼把对女朋友的那种担心和宠溺 演绎得非常到位 完全看不出是演员在演戏呢 迪特热巴躺在沙发上 黄锦鱼在玩他的脚 这种自然亲密的感觉 真的很强烈 还有一场戏是黄锦鱼在旁边说话 迪特热巴完他的嘴唇 这种亲密的动作 确实很像情侣之间的小动作 两个人总是无意间秀恩爱 其中轻轻抱抱是很常见的事情 真的是很像热恋中的小情侣 旁边的人都被hold到了 网友们纷纷喊话官宣吧 两个人的甜蜜也是从序里甜蜜到序外 有媒体在跟拍剧组时发现 拍戏空档 两个人也十分的甜蜜 当时黄锦鱼单手搂着迪特热巴的肩膀 男友力十足 而热巴呢 也是一副小鸟依然的模样 依靠在南方的怀里 因戏深情的传闻 一传出便一发不可收拾 两个人的互动也开始被广大网友所关注 而后呢 就发现两个人在戏外的互动 可不止一次哦 两个人在拍戏结束之后 一同登上的房车 一直待到了晚上十点 不止如此哦 在行程结束以后 迪特热巴还坐上了黄锦鱼的车 与她一同回家 不过就算扒出了再度的使锤 迪特热巴和黄锦鱼方呢 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让很多人都觉得呀 两个人像是默认这些事情 顶流女明星的绯闻 传了这么久 本人和工作室居然一点都没有反应 本来就是不太正常的事情 不过一些粉丝还是不太愿意相信 毕竟两个人年纪并不大 而还都处于事业的上升期 并不想让他们谈恋爱 来影响自己的事业 你们对于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哦 长得可真有福气 你说下方的福袋 那是福袋 福袋 你牙上 那一会儿还要给我牙一个特写 怎么回事呢 真好 哇 好帅呀